作詞 作曲 編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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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黑色的痘疤或者是紅色的痘疤 中黑色的痘疤基本上我們就叫做 發炎後的色素沉澱 痘痘的方面它好了以後 它可能會有一些黑色素沉著在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血管會增生 就是說當發炎的時候 許多的血管就會長到這個病罩裡面 所以當發炎退了之後 它血管退的比較慢 所以變成紅痘疤 其實凹豆疤它主要就是膠原蛋白的 某一方面的流失 或者是有一些纖維素的增生 所以它其實簡單 又有人把它分類叫冰鑿型 車廂型或者是滾輪型的豆疤 但是如果是過度增生的話 我們就叫做肥厚性的疤痕 肥厚性的豆疤